雷歐聊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圖爾西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左下角的藍方 羅馬人 羅馬人特色是修理建造 還有這個採集資源 都有5%的加速 這個效果讓他到帝王時代的後期 村民一躲起來 經濟是非常好的 那羅馬人他的軍團兵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步兵單位 可以跳過雙手劍兵的升級 直升軍團兵 而且他的步兵鎧甲每點一點 可以獲得兩倍的效果 所以在封建時代點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所有的槍兵或者是棒棒 雙手劍兵 這個叫什麼 裝甲步兵才對 都有獲得加兩點的防禦效果 所以羅馬人在前期 可以考慮裝甲塔的策略 但裝甲塔的戰術 已經漸漸被天梯給所淘汰掉了 所以現在是很難看到裝甲塔策略了 那羅馬人的弩砲 是比較值得一提的 因為他的弩砲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可以收益於彈道學的效果 而且他還有這個多重弩 應該是銀罐 多重弩 可以讓他這個弩砲的發射速度更快一些 而你來說羅馬人是比較配上步兵 加上騎兵路線還有弩砲 他的攻兵路線雖然有重裝馬弓 但是沒有三級射 用起來就跟清查差不多 但是最多最早是也沒有安息人戰術 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攻兵路線大多還是只會出到戰毛兵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土耳其人 這邊的文明 這邊是Valance 小B選擇的土耳其 土耳其人特色是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但是他的弩砲會自動升級 甚至大弩砲也是 所以他的弩砲還有額外加成遠防加一 讓他弩砲的生存能力在騷擾成人中心的時候會更好一些 那土耳其人他算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有化學免費的關係 所以到地獄時代 我們馬上去按火炮 甚至這個馬弓的流程也會更加順利 免費的化學讓他馬弓直接加一點傷害 那他的馬弓也是這個遊戲裡面 馬弓血量最多的文明 整體來說 土耳其人是非常需要黃金的文明 所以他一旦沒有黃金就只能靠肉碼去做壓制 那他也是挖黃金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土耳其人來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了 地圖目前看起來黃金部分在下面 上面這裡有塊黃金 兩個黃金的位置都是可以開TC的 那這邊如果開TC的話 戳明一旦造完挖完這個黃金 要上下移動可能會有一些經濟的小損傷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羅馬人地圖這邊 羅馬人地圖這邊兩塊黃金都在偏正面的位置 一個在後面 兩個黃金位置跟土耳其人這邊是差不多的 但主進的位置就差蠻多的 因為這個黃金是比較偏外側的 如果能把這邊這裡圍起來 就沒什麼話講 但是這個要圍起來的話左邊這裡也不好 整體來說對羅馬人來說是不太好打的一張地圖 而且這裡又是高地 所以這邊一定要圍 好那現在兩邊準備升到了封建時代 羅馬人這裡棒棒沒有暗 這裡沒有補軍銀 選擇了補了雙法木場 補雙法木場通常就是要走一個經濟型的打法 而不是走一個強募的打法 好那這邊補了一個軍銀 OK羅馬人沒有想要走步兵快攻 那通常走雙法木場的話 應該還是會走一個洛馬開局路線 那土耳其人這邊的話沒意外應該也是走洛馬 雖然他挖黃金很快喔 但是他的工兵是沒有強武的 但還是蠻多玩家會喜歡在城堡時代 開始走這個工兵路線 畢竟挖黃金速度快嘛 但是現在主流打法還是比較常看到就是洛馬轉攻 所以土耳其人這邊洛馬 然後待會就轉攻 OK沒什麼問題 這隻村民可能會被烤死 好直接拉回家 好這裡要繼續補這個木牆 好補了一個房子 不忙往前走 發呆了一下 現在吐爾其人 走過來了 現在要看一下這裡房子有沒有為好 好家裡都有這個槍兵在防守 唉唷戳到了一槍 小B這個不太OK 好現在羅馬人左邊正式難為死 上面雖然有為 但是這裡一直可以溜進來 好這邊稍微來看一下你家的地圖 唉唷這個木牆蓋的不錯 吃到了幾發TC的傷害 這裏羅馬也稍微打一下 現在羅馬人 有抓到一村 哇 直接被換掉了一匹馬 好 羅馬人賺了一村之後 選擇了回家 兩邊封建時代打的算是比較中規中矩 不會有一個太習慣的戰略打法 好這一波直接拿完了 那小B 這裡就可以考慮要不要去挖晃經典品種一攻 繼續壓制了 原對方肉馬現在是非常劣勢的狀況 那這邊如果有點個奇兵科技的話 可以延續封建時代的攻勢 好那這邊就要看小B 這邊有沒有準備要來轉品種 或者是要直接上升城堡時代 好這邊補了一個輪軸技術 那看起來就是沒有打雙腰補了 準備要來升時代了 馬也沒有在按了 應該封建時代就到此為止 畢竟土耳其人比較強烈的東西還是在城堡時代 寶兵單位土耳其火槍兵 還是值得一用的 開箱速度夠快 好那現在羅馬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時代還有兩分半所有的時間 首先這邊升級稍微慢了一點 羅馬這裡沒有透過買賣 可是正常的經濟配置上去的 升級算是蠻順利的 好現在小B也升級 大約差了快一分鐘的時間 好這裏村民就去挖 好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這裏再稍微繼續繞一下 好打了一下羅馬被挖 差點被打下一隻 啊還有這邊打下了 尷尬了 好羅馬人這邊準備要來轉馬了 馬卡已經點下了 小B這邊是準備要來打封建時代 轉羅馬 變成七騎兵 城堡時代青騎兵 自動升級 而且可以看到這裏遠房喔 2加1 自帶一點遠房 坦度是真的夠 好青騎兵直接馬上變身 好但是看到非常多的羅 騎士 這裏羅馬不能打 家裡趕快補修道院 現在沒有木頭 修道院要補在哪呢 先點下了一個二級法木 好那現在這個羅馬 要趕快繼續對方家裡給壓力了 好直接補3TC 這麼對自己的防守有信心嗎 通常這次雙TC補一個收道院 是防守騎士開局的自證場的配置打法 但是小B這邊是直接3TC啊 哇那確實他防得很好 直接轉駱駝就擋住了 OK兩隻 騎士被駱駝追著跑 但是又溜了進來 這邊他想獲取一些資訊 看你有沒有開TC 但目前只有看到這個 右邊這個應該也看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羅馬人的視野裡 欸結果沒有看到有開TC 沒看到 沒看到 這是什麼超級死角 那我們來看一下土耳其人 這裡有沒有看到開TC呢 應該是有看到 再走過來一點 就會看到了 這裡有補一個城鎮中心 OK羅馬人 現在是點下了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補下了 現在羅馬人 要打的是 步兵 欸電影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走一個重裝長槍兵 防守路線 好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攔截了嘛 這一波 撞上去 殘掉了 完蛋了這一波其實不太OK了 有點難打正面了 但是現在槍兵雖然夠多 遇到這麼大量的步兵單位 庫爾西人轉駱駝之外 還可以轉出庫爾西火槍兵去應對 好這波一個高打滴 看一下這一波的變化 哇直接戳爛了這些駱駝 吐了吐了 沒辦法 這個只能先撤 好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鎖 應該是要按頭石車 也沒意外的話 羅馬這邊是會先按頭石車 先開始拆外面的修道院 開始給壓力喔 那庫爾西人的森鱗呢 是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城堡時代要防這個 森頭戰術喔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羅馬人這裡有一隻森鱗 慢慢走出來 這個生物 撿了吧 這隻是要撿的嗎 沒撿 好頭車找到一發不錯 打架龍駱駝非常多的血量 這邊騎士直接硬扛 這裡不管了 後面三隻生女直接硬招 好看一下這邊騎士 直接頭車砸掉了一隻生女 哇還把自己的馬給砸掉了 好這個駱駝過來 沒有辦法解掉這隻生女 騎士再來一刀 砍死後面的所有生女 現在葡萄人 就是他 土耳其人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師顧得很好 二金龍也要順便點嗎 哇先點了一個二級挖金 彩金最快的文明 誕生了 好頭死車兩台 給到了很大的一個壓力 現在羅馬人 繼續用槍兵跟騎士 那土耳其人這邊可以蓋城堡了 但城堡的位置其實有點難蓋 好蓋這個位置還不錯喔 可以稍微守一下 TC 被頭死車砸的問題 唉唷這個頭死車出來 直接換掉了對手 那只要點下二級射 範圍是可以守住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角度就沒辦法 從這個角度打TC的話 他只能守住這個位置而已 好二級挖金點下 現在土耳其人要殘火槍兵了嗎 OK果然鬼轉土耳其火槍兵 那土耳其火槍兵 城堡是7點射程 地獄在精銳版本是8點射程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羅馬人用頭死車 還是可以有效反制土耳其火槍兵了 那土耳其火槍兵 他是擁有移動速度 比較快的優勢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用V陣 閃過頭車 然後再給他一發集火 收掉頭死車的角色了 所以這邊出土耳其火槍兵 主動權會更多一點 但是依舊害怕 對方的僧侶 覺得這個僧侶呢 是有9點的招響射程 是不是已經到人家面前 呃 你 你 你怎麼沒有反應呢 阿嬤你怎麼沒反應呢 應該是阿公你怎麼沒反應 呵呵 你怎麼直接被砸 砸了一臉呢 OK 那現在3TC 後面也補下 兩邊都是3TC 但土耳其人 這邊錯名書 已經遙遙領先 5 這邊是4TC了 好 經濟師 控的好 OK 直接用火槍兵直接射倒 投車 加上漏馬 砍掉僧侶 這一波 小B打得很好 土耳其火槍兵 開始給到很大的壓力 好 這邊直接自低 好 現在只剩下槍兵了 這裡有13隻騎士在後面繞 這邊小B圍得很好 正面 沒有被丟進去 要是被丟進去 小B可能就要投了 這也是 世界帝國 常常新手會出現的 防守問題 被溜洞 好 溜了杯 溜了兩隻進來 但是又敲了一下 直接把這個洞補起來 家裡火槍兵 要趕快過來防守 這個門要被打破 完蛋 被溜了這個大洞 吐了 完了 才剛說 新手會溜出這個洞來 結果現在家裡直接BBQ 13隻騎士 衝了進來之後 砍了一堆村民 這就是為什麼 不過 常常說新手被溜洞進來 不然就是要投降了 就是連高手被溜進來 都要死這麼多車 何況是新手 真的是 四季帝國 真的是漏洞帝國 只要有洞 就是100分 太難受了 OK 那裡火槍兵解掉這些騎士 但土耳其人帝國斯大 比較領先 但這裡還在砍村民 哇 抓了28村 本來剛剛的經濟領先 現在變成經濟落後的狀況了 魯馬人現在有機會 可以反超 土耳其人的村民數量了 這個土耳其火雄兵 再開槍 搞定 好 後面兩隻騎士 繼續躲著 上面這裡又想要來蓋TC 結果這裡沒有辦法蓋 正面投車過來偷這裡一隻村民 好 但是小B決定補下更多的城鎮中心 想要再繼續追趕村民的數量 好 羅馬人看到你這裡已經開採石頭 決定直接蓋根箭塔 扣你石頭 我不能挖的 我要不到的 我就只好把它給摧毀了 哇 恐怖情人 羅馬人 羅馬人表示 並沒有 好 那土耳其人 這邊是 補下了更多的土耳其火雄兵 點下了一級的增兵技術 羅馬人 帝龍師在點下一 點下了一級射 稍微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範圍 跟傷害局 好 現在上方 火雄兵 直接卡在這個位置 挖不到石頭 你也別想要 這兩邊都是個恐怖情人 土耳其人更狠 直接開槍 人家是射箭 你開槍 兩邊都是有一個遠程的殺比方式 那土耳其人是選擇了開槍方法 羅馬人是選擇了射箭 好 那這邊劇情投石機補下了 待會羅馬人 二級射也點了 要轉什麼呢 要轉奴炮嗎 但轉奴炮沒什麼優勢喔 因為人家有火炮 而且土耳其人的火炮射程 要點下金罐還是射程陣員 對這個火炮文明 好兩隻騎士想要溜進來去抓火炮 但是土耳其火雄兵就在後面 這個意圖明顯 但羅馬人也不管 我就是要射射看 射到就算我的 OK 但是很明顯的 他射的經驗度不夠 沒有把他射死 好 現在這個劍塔給拆掉了 但是上方第四一直被扣 土耳其人並沒有轉中 這個重裝駱駝 所以現在要壓這些騎士 會比較被動一點 聲率也沒在暗了 全靠土耳其火槍兵 去做生火的治理 好 那羅馬人這邊沒有打算要走百夫掌 而是選擇了重裝騎士 那也沒有關係喔 他的這個野戰軍喔 可以讓這個重裝騎士的生產速度也會增加 所以只要待會點下金罐 走重裝騎士的生產速度也OK 好 巨型投資機在後面 這些騎士衝過來 並沒有駱駝守在後面這個位置 才剛說完你沒有升重裝駱駝 唉唷這裡直接包 好 太起來了 完蛋 這邊剛剛重裝騎士扛了非常多的火槍傷害 直接倒光 這個路徑硬點真的是不OK 直接被對方村民給關本壽 關廁所了 廁所直接關好關滿 好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手推車跟裝甲衝車的升級 這邊是想要走一個大衝車路線嗎 羅馬衝車 好火炮打一下 但是低打高沒有砸掉 頭子車被吸引的道理一下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修理頭子車 好那現在羅馬人 決定繼續轉重裝騎士 過得騎士則是轉出了重裝駱駝 你要小心 這個火槍並不是這樣子玩的 完蛋 好傷 直接點掉 哇這個血量 重裝騎士過來 想要上去直接吃火槍 但是有駱駝過來 兩波的交戰 這一把火炮 換掉後面的巨型投資機 火箱繼續輸出 直接吃掉了大量的土耳其火槍兵 火炮三台在後面 往後拉走 巨型投資機繼續攻城 土耳其人點下了三級馬卡 好巨型投資機要拆掉了嗎 再來一發 好這裡駱駝繼續輸出 OK 現在這些駱駝成功守住了巨頭跟火炮 但是土耳其火槍兵只剩下兩隻了 沒有後排遠程輸出會有點難打 好這裡衝車也開始攻城 這裡並沒有火炮在防守 這裡火炮要趕快上面出一台 這裡繼續補大石槍才行 這個房子怕被打爆 怎麼辦怎麼辦 現在土耳其人 在兩頭燒 要不要直接拉駱駝去扁呢 其實駱駝雖然夠多 但是怕拉上去太多隻的話 家裡就沒駱駝防守 所以現在土耳其人在想 到底要怎麼夾 好結果還是被流進來了 騎士開始往裡面衝 駱駝從後面過去 有點來不及直接滴掉 這裡再補一個不對吧 這個補了 駱駝過不來 小逼這個失誤了 後面聰明要死一大堆了 好 這些人點下了二級色 這一波 一堆駱駝卡在後面這個房子也不低 卡爛了卡爛了 好 駱駝駱駝趕快去北面 防守這兩隻駱駝騎士 正面羅馬人又來了重裝騎士 去打火炮燈火炮火了下來 好 有二級色的城堡 射程就會更遠了 重裝騎士要收掉 這一台巨型托斯基了 好但是在被打掉之前 也拆掉了對方的巨型工程器製造所 那接下來羅馬人的工程 會繼續圍繞在這根城堡身上了 好 除了千人一點下了彈道學 好現在羅馬人是步騎作戰 步兵配上騎兵的正面對抗 但是槍兵戳駱駝的效益實在太好 但是後方的巨型城堡傷害也很高 瞬間也是射倒了一堆的槍兵 火炮繼續拆 剩一滴拿下 這個火槍兵補傷害補的真好 現在羅馬人 正面沒有辦法繼續進攻了 除了千人這邊有駱駝的優勢 理應當 應該要趕快用駱駝去騷擾 去抓後面村民 現在不太需要放駱駝兵 拉個一半走 用火槍兵守住 用駱馬繼續守住正面 或是用駱馬去抓後面村民也行 這要有三級攻的話 駱馬打村民也只需要四刀而已 所以現在土耳其人 確定是先等一下 讓子彈飛毀 但是如果是用駱馬去騷擾的話 重裝騎士就很好反擊了 火馬人這邊又囤了一波兵 準備要來正面進攻 上方這裡沒有繼續囤 衝車 這邊開始用駱馬去繞背了 繞到了幾隻村民 這邊又來了 看下這一波 這波部隊往後拉走 火槍高打低 不許射 射個一發 射倒一隻 蝶子有機會嗎 好像沒辦法 火花被拿下了一台 火槍繼續開槍 哇 這一波兩敗巨傷 火槍兵 剩下少量的十隻 龍龍騎士 再去抓火炮 抓不掉吧 後面有臭命可以修 還有城堡 OK 羅馬點下了化學 後面的肉馬又繼續繞了 動作的肉馬開始在後面騷擾當中 土耳其人優勢越來越大 經濟資源呢 目前還是羅馬的領先 最近後期的5%的採集效率太快 上面的衝車再度攻城了 但是這次沒有正面的部隊掩護 上面的多線進攻 所以這邊被注意的很快 馬上就發現了 火炮加力沒有繼續殘 繼續補大師強防守 小兵在後面 肉馬騷擾 效果還不錯 但是僧侶你不用怕吧 僧侶直接上去了還拉走 砍死 結果還是被抓走了一隻大肉馬 結果這個僧侶還活了下來 正面的重裝騎士又來衝鋒 想要抓掉火炮 火炮順利拿下 這裡拉了一堆肉馬過來防守 現在土耳其人已經開始斷金了 黃金開始不夠用了 可以看到地圖上的黃金只剩下3200塊 野區的黃金也被羅馬人挖得差不多了 現在土耳其人沒了黃金 基本上就是坐以待斃 只能用肉馬擋正面了 好 羅馬人繼續抖下去 只有黃金上有數量的牙齒 現在下方這個黃金也沒得挖 左槍繼續輸出 繼續夾住 欸肉馬衝過頭了大哥 大哥肉馬不能往前衝 這一波有點送啊 好火炮來了 好開始 拆除火炮 好重裝騎士過來砍火炮 又砍掉了 最後差一點拿下 哎呀沒有拿下有點可惜 我馬衝過來 抓掉一台巨頭 不錯第二台應該可以吧 這應該可以拿 他剛剛突然回頭 有點怪怪的 再拿下一台巨頭 沒問題 OK火炮現在 數量只剩下一台 工程方面全靠這台火炮 現在巨型偷襲 後面又有一坨洛馬 繼續再偷抓 好正面村民又被抓了一些 但沒有關係 羅馬人也準備要轉洛馬 但羅馬人洛馬並沒有大洛馬 所以這個洛馬呢 是比較虛一點的 但先不管洛馬這個問題 土耳其人一旦沒有黃金 就要輸了 現在土耳其人 極力的去想要把這個礦給空下來 這裡可能要補一根城堡才行 直接從側翼進攻 這裡補城堡 所以比較好 好但這面有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衝進來洛馬開始防守 但家裡有城堡可以擋 這一波夾住 正面開始用巨頭工程 火槍這裡沒有第一時間輸出 反而是讓羅馬送完了 才開始在打 這裡火槍一定要保存好數量 下方這些羅馬 卡住了 結果打完之後 村民過來挖金礦 也被重裝騎士反擊回去 不蓋寶就是無蓋寶 酷了 好多罵人這邊 城堡基金修理 好暗轉弱馬 防守經濟騎士也剩所剩不多 過去火槍兵 還有13隻數量 巨頭打下 殘血 火炮在開槍 下方的槍兵 要小心了 ok 點掉之後 洛馬往回拉 洛馬 洛馬要撤 洛馬要撤 這一波要被送光了 羅馬人的槍兵直接戳爆了 土耳其的洛馬 洛馬現在好 好無辦法 沒有黃金就是這樣子 土耳其人直交一波衝死了 這一波 我覺得要投了 土耳其人沒有辦法 再騎了 這些洛馬 土耳其火槍兵送光 直接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羅馬拿下 比賽的勝利 哇 羅馬人這一波後期一波帶走 打得非常精彩 下面這個礦中就也是沒有拿下來 土耳其人的黃金到後期實在是太悲催了 後期的燒耗能力只剩下洛馬 那如果要打洛馬的話 村民數還要再拉高一點 大家感覺羅馬人是 繼續出槍兵 然後出巨頭 繼續壓制 還有這些洛馬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有羅馬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後面還有四勝物 黃金整整多了 土耳其人大約快要三四千的資源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今天就的支持 我們可以拍攝 成功 我們請訂閱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